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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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自幼就聪明活泼 她的出生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和幸福 然而就是这种欢乐 却在小雨九岁那年突然戛然而止了 她的走路姿势开始变得越来越奇怪 总是撅着屁股点着脚 身边的同学被弟弟都叫她小鸭子 2012年这个夏天孩子放暑假 我把他带出去玩去 一帮好朋友在一起在青岛吃饭 其中有一个学医的朋友就说 你们家孩子有问题 小雨的爸爸王英杰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 妈妈是一所寄宿制学校的老师 由于平时工作忙 所以小雨从小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 起初家里人都认为 孩子是出于模仿的天性 这种撅着屁股的走路方式 可能是在模仿家里老人 满腰驼背的姿势 所以也就没有太在意 可日子久了 又经朋友这么一说 一家人也都开始觉得有些不正常了 后来怎么说她 她都不能够吧 后背伸直 屁股伸直 脚还不能把后跟压下来 后来旁边的人都劝我们去看 我们才觉得无所谓 去看看也可以 然而让小雨妈妈想不到的是 就是当时一次觉得无所谓的检查 却成为了一家人慢慢求一路的开始 从那时起 王英杰便开始主着拐杖 带着小雨奔走于武汉市大大小小的医院之间 几乎每个医生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 这也让夫妻俩感觉越来越困惑 然后有的说是脚趾头骨不一样长 要读手术 各个说法都有 最后只有一个医生说是囊肿 我们都还不相信 他们说囊肿是要大小便湿茎才算囊肿 我们说我们孩子没有大小便湿茎不算 为了更加准确的探明小雨这种奇特走路方式的原因 医院的医生借助核瓷共振仪器 为小雨做了一次彻底的检查 当核瓷的片子出来后 在场的医生都惊呆了 因为他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例像小雨这样的病人 而此时的王英杰更是一脸的疑惑 内心中也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小雨走路的姿势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标准的人体脊柱挂图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脊柱不仅是由一节节的骨头组成 而且它还存在着一定的曲度 类似于我们常见的字母S 正是由于这一节节的骨头和它本身的曲度 让人体能够自由的弯腰和扭动 而在看小雨的这张核瓷片子 她的脊柱不仅已经变得直直的 在脊柱旁边居然还长出了一串大大的糖葫芦 这就是医生对小雨妈妈提到的囊肿 那么这些又与小雨奇特的走路姿势有着什么联系呢 其实我们的脊柱除了起到对人体支撑的作用外 它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人体重要的中枢神经脊髓 因为脊髓不但质地柔软 而且它还起着控制人体行动和简单条件反射的作用 一旦受到了损伤 不仅难以修复 同时也会给人体带来病变 为了更形象的说明这一点 医生给小雨的爸爸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医生把这根弹簧比作人体的脊柱 而这根笔心比作脊柱内的脊髓及脊神经 当弹簧突然遭受外力施压时 它本身的形态就发生了改变 而这时我们看里面的笔心 由于受力的缘故 它的受压部位出现了明显的折痕 这就是损伤 也正是因为脊髓和脊神经受到了压迫 迫使小雨走路出现了点脚 居屁股和左右摇摆等姿势 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 怎么会得了这么一种奇怪的病 为了探明小雨的病因 王英杰拖着自己的病体开始四处求医 其实早在十年前 王英杰也得过与小雨类似的病 这就是王英杰当时的X光片 从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脊柱周边有一条像扁豆一样的阴影 这就是囊肿 也正是因为这个囊肿压迫了王英杰的脊柱 迫使他走路变得越来越缓慢 左腿也始终使不上劲来 于是医院的医生决定为王英杰实施手术 将这根扁豆取出来 然而由于这根扁豆离他的脊髓太近 稍有不深就会损伤到脊髓造成终身瘫痪 当时的是手术之前是七关节以下麻木 不知道冷热 拿开水烫我不知道 但是手术之后 就是能够到怀关节都有知觉 而且这种知觉的就是大有好转 最好的时候就是脚底板发麻 其他地方都有转转 随之而来大概也就过了十年左右吧 这个慢慢的这个麻木感呢 就又开始从脚底板怀关节往上移 这个时候我就怀疑这个是不是囊肿的复发 复发的话得开第二次刀 第二次刀的话很危险 也没有哪个医生敢做 这也是一个很很大的手术 他就等着倒计时了 但是一发现孩子有这个病之后 他一下进身头就来了 他想他不治没关系 但是孩子这个病一定要治 挖地山石也把能治这个病的医生给找出来 他说他可以不用治 他就这样了 但是孩子不能够 他还差才九十九岁 父女俩同时得了同样一种奇怪的病 难道这种病还具有遗传性吗 为了更加准确的弄清楚病因 王英杰曾多次找到医生 希望能够从医生那里得到答案 同时看看该如何给小宇做治疗 这个应该是最早的 他不是一个 多个 你看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分隔了 这三秒 他是从颈旗开始 这样 这个阶段 他这一段是最大的 像你姑娘这样 阶段这么长的 从颈段一直到腰底 这样的很少见 一般都局限 就是在一般到下胸段到腰底 这样像跟你的那一样的 就到下胸和腰底 医生告诉王英杰 像小宇这样 同时长有八九个囊肿的情况 十分少见 而且又都与几身经粘连 手术的风险太大 依靠当地医院现有的设备和经验 很难完成这样一台手术 医生告诉我 就说 很形象的比喻的话 这个是一个精细活 精细到什么程度呢 就打个比方 这个前功 要找一八级前功 我就问这医生了 我说什么叫八级前功 什么概念呢 那医生就告诉我了 他说我啊 称过天也就算一六级 你要找一八级前功 找一高手才能做这个手术 为了找到医生口中的八级前功 王英杰四处托人打听 甚至还将小宇的病情 发到了专门的医学网站上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治疗小宇病的医生 所以我们就在网上到处查 集中内科 哪个医生可以 对这方面比较研究的深 就是整页整页的查 只要是关于这个病的报道都看 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 王英杰带着小宇来到了北京 几经周折后 终于见到了他们在网上查到的范涛医生 走路不好发现多长时间了 这个 他爸爸也跟着说 也是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呢 也就是当时都没有在意这个事啊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孩呢 也是 他是比较特殊的 一般来讲呢 椎管里头的这种囊种呢 是有的 也不是很常见 像他这种一下长了八九个的这种囊种 是这种现象 那更属于罕见 而且和爸爸和女儿同时得病的这种情况 几乎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 医生告诉王英杰 单纯一两个囊种 只会限制人体的机体活动 而数量越多 危险也就越大 它不仅能够使人大小便失禁 如果不及时治疗 甚至会造成终身瘫痪 听到医生这样介绍 此时的王英杰 更是心急如焚 因为女儿就是一家人的全部 能够将小雨的病治好 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我相信老天呢 关上了一扇门的同时 他一定会给我开一扇窗 让我能够放飞自己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让我的孩子 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 单纯一两个的囊种手术 医院的医生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然而像小雨这样 同时长有八九个囊种的患者 医生们还是头一次见到 为了能够给小雨成功的实施手术 医院特别成立的一个医疗小组 反复对小雨的片子进行分析和研究 好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手术方案 小雨的手术安排在一周之后 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妈妈的她 感觉有些不适应 天天都是一个人坐在病房里发呆 然而就是在这个病房里 小雨结交了她人生中的第二和第三个朋友 这也让她的不开心削弱了很多 因为他们都与自己的遭遇差不多 都是得了脊髓方面的疾病 而且手术也都安排在这几天 我也是管流 我是急着他们找了一条男的疾病 对啊 倩倩今年四岁 从出生之后便患有脊髓脊膜突出 几个月大的时候曾在其他医院做过两次手术 这次已经是她第三次接受手术治疗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 转眼就到了小雨做手术的日子 然而几天的相处 已让这几个小病友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得知今天小雨要做手术 新结交的两个小朋友也都跑过来为她打气 就这样 在两个小病友的一路跟随下 小雨被推进了手术室 在手术室关门的瞬间 她突然举起了双臂 从她的表情看 似乎是要告诉自己的两个小伙伴 她一点也不害怕 不要为她担心 而此时 手术室内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 医生们在为小雨的这次手术 做着精心的准备 那我们能说一下 就是在这种手术中 它会存在哪些风险的地方 这个手术中间 你比如说你在拨这个囊肿的时候 这个朵膜下腔的静脉冲会 出血会非常猛 凶猛 那么在止血的过程中间 一定要驱风出脊髓和压迫的静脉 如果你把脊髓也压住了 那可能血止住了 但是脊髓的功能就出现了一个 不可逆的损伤 而手术室外的王英杰 内心却并不是那么平静 在她看来 这台手术可以被称为是一场 生与死的考验 经过八个小时的手术 小雨终于被成功地推出了 手术室 王英杰的心 总算放了下来 可是自己身上的病 却在一天一天的加重 在医院照顾孩子的这段时间里 她强撑着身体 步态变得越来越缓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王英杰的病再一次复发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在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光集中到解除这个囊肿的压迫 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囊肿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所以就说没有阻止了脑基液的进一步往囊肿里头填充 所以那个漏口没堵上 这样的话等于做完手术以后 这个囊肿又填充在这个腔里头去了 所以这个手术呢就导致效果就不好了 妇女俩同时患上了同样一种病 而且还一个比一个严重 难道说这种囊肿真的具有遗传性吗 对于成人出现这种囊肿的这种椎管囊肿的情况下 可能和不明显的隐性的外伤有关系 但像这种小孩这么小的出现这么多囊肿的 是肯定和外伤和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一定是先天性发育不好造成的 虽然说脊柱囊肿这类病情并不多见 而且也不具有遗传性 但是通过王英杰和小雨的病情 我们也可以看出脊柱和脊髓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医生告诉我们 发生了形变的这根弹簧 就好比我们的脊柱 虽然借助外力可以使它恢复到原有的功能 但是里面的脊髓一旦受损 想重塑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 而成年人的囊肿就极有可能与这种隐性的外伤有关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好我们的脊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周之后倩倩的手术也做完了 当我们再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还在恢复期 从她脸上的笑容 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次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而在把女儿送回家安顿妥当之后 王英杰也住进了医院 开始专心的为手术做准备 手术后的王英杰依靠着自己的拐杖 每天都在进行恢复性的锻炼 而已经手术一年多的小雨 又重新变回了当年那个活泼开朗的小姑娘 一家人也再次找回了当初那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手术的成功啊 不仅改变了小雨的命运 同时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此我们也衷心的祝福小雨 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那么我们脊椎椎管内还会发生哪些病变 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保护我们的脊髓呢 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红糖信箱 我们的脊髓究竟有着哪些作用 一个是传导功能 一个是一个第一级的一个反射中枢 又有哪些信号提示您脊髓出的毛病 就是定位非常准确 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唯有诱发因素 云南白药提醒您 继续收看洪涛信箱 人体健康一线千 观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中华医药 欢迎您继续收看 首先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两位专家 欢迎订阅 范主任和杜主任 欢迎两位 还有欢迎我们健康问题团的各位嘉宾朋友 欢迎大家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啊 是我们人体的脊髓 那么在今天进演播室之前 我看到范主任好像拿了一大包的东西 这个这一块枪骨是您今天带来的 就一直包着的是吧 您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是有关的 是吗 这个是这样的 今天为什么要带一个枪骨呢 因为枪骨呢 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 它就是这个动物啊 它的这个脊梁 那么这里头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人体的标本 那么我们人的脊柱呢 是这样的形状 那么这个枪骨的结构和人的结构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可以看到 从中间把这个劈开以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白颜色的嘛 这个呢 就是我们枪骨里边的那个骨髓 那么我们老百姓叫骨髓 但实际上是我们人体里边就是您今天讲到的脊髓 那么看到这两边的这个骨头呢 就是我们从把这个中间把这个椎管切开以后 就看到的这个脊椎骨 那么这个骨腔 就是我们的椎管 刚才范主任非常直观的给我们讲了这个脊髓在哪 是什么 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 问我们健康问诊团的各位嘉宾朋友了 就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脊髓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它有怎样的作用 脊髓有造血的功能 造血的功能 还有吗 有那个神经的传导的功能 神经传导的功能 挺专业的嘉宾呢 好这样我们让范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脊髓啊实际上是一个神经组织 咱们什么叫神经组织 神经组织就是给这个大脑给人发信指令的地方 那么它呢实际上不是我们通常讲的骨髓 它是没有造血功能的 那么确切的来讲脊髓的功能它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比如我们大脑发出指令 让手去拿东西的时候 那么大脑只是发出这个指令的部位 那么这个指令怎么才能传到手上呢 它是通过脊髓来传导 脊髓把这个信息传导过来 然后到手上去拿这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呢 脊髓呢它是一个小的一个 小的一个司令部 比如有一个东西烫着你了 你的手马上就要撤回来 这个是不需要经过大脑的 我们的脊髓就像是一个电话公司 而每一根脊神经 就是这个公司中的接线源 当大脑司令部发出信息 要联系身体的某个器官的时候 信息会通过电话公司 下发给每一个接线员 这些接线员则负责将这条信息 传递给收信人 所以一旦公司或是接线员出了问题 大脑发出的信息都会无法准确的传递给收信人 这就是损传 这样我们下面来看一个短片 来看一看北京的一位公先生 他遇到了怎样的健康问题 来 打喷嚏 这种事情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再常见不过了 周末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公先生 像往常一样在家中休息 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喷嚏 却改变了公先生的生活 当时我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打了一个喷嚏 这个喷嚏打了以后 我觉得脖子非常疼痛 就像平时落了枕一样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 公先生脖子的疼痛却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时候我连咳嗽都不太能够进行 因为咳嗽以后 就震着这个脖子震着 就非常的疼痛 那么后来家里人建议我去 周围的这个按摩馆 和按摩院做一些按摩 那么我都到了按摩院 进行这个按摩 那么到那以后 进行了大概15到20次的按摩 那么隔一天去一次 按摩以后 没有明显的好转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我这个翻身都非常困难了 一翻身就非常疼重 最终他还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 您好 我做了一个片子 你这玩意怎么不说话 我这个就是打了一个喷嚏以后 我就越来越疼 越来疼以后 后来我就在床上翻身 咳嗽都疼 可以您这片子 这个上面这个椎管里边 长了一个东西 好像是一个主流 就一个普通的喷嚏 怎么就能和肿瘤联系到了一起 这也让龚先生感到十分的震惊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边的龚先生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您跟我们讲一讲您这个患病前后的一些情况 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打了个喷嚏 后来我的脖子就后部发生一些疼痛 它那个疼是怎么一个疼 它跟以前的疼不一样 就是我在喷嚏之前的疼是那种酸疼 按摩完以后很舒服 打完喷嚏以后再去按摩 就感觉特别的剧烈的疼痛 疼痛加剧了 疼痛加剧了 这时候我就去中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和理疗 那么经过一个月 接近一个月的治疗 没有很大的转变以后 后来医生又给我做了一个 他们叫做局部放大的核磁 或者叫做CT 但是这时候就发现里头是有肿瘤了 这样发现了肿瘤 对 那现在您这个脖子就是手术之后 现在您觉得它恢复的怎么样 现在是在恢复期 我们知道这个肚主人是康复医学方面的专家 您来看一看我们龚先生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龚先生你这样头往这边偏 正去贴到肩膀 好 再往这边贴在肩膀 好 再带正 然后这头从我这边往这边扭下 转过来 对 再转身都不转 头转 扭不了 OK 再往这边转 左侧也扭不了 也扭不了 就这样了 你往下再滴地头我看看 能滴吗 能滴吗 也就这样了 也就这样了 然后头再往后养一养 养头还可以 养头还可以 对 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不舒服吗 你拿话筒进一点 倒是没有不舒服 只是说我那个就是往后养的时候有些嘎嘎响 像 对 那问一下那个杜主任就是像龚先生这一类的就这样一类的手术啊 一般在术后我们大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康复训练 这个呢 一个是运动疗法 运动疗法来讲呢 就是包括主动运动跟被动运动 主动运动来讲就让病人自己他能够去做啊 就是他能能够做的角度 被动运动呢 那么这个反正我刚才说了 那就是在外科医生允许的角度之内 由康复医生来帮他做这种被动的活动 再来就是在加上一些理疗啊 就改善他的局部的一个寻护 还减轻他的水肿 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他的关键活动的恢复 我们一说到我们这个脖子颈椎 我们都会觉得这种酸痛啊 甚至严重一点的疼痛 都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我们好像现在有很多人 这个颈椎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酸痛好像是经常会出现的 但是我们看完这个龚先生这个短片之后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一点后怕 这个疼痛有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要问一下这个范主任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哪一些问题的时候 当然可能是我们脊柱啊 我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些 当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 这个症状就比较严重了 我们要去看医生 因为他有可能会压迫神经 有可能会压迫脊髓 有哪一些是要高度引起我们注意的 因为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主要是脊髓和脊柱 那么针对脊髓和脊柱我们最常见最常见的症状就是 酸困和疼痛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呢 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治疗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一点的就是 因为这个酸困和疼痛谁都会有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谁都会有 那么有一种疼痛是需要非常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定位非常准确 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没有诱发因素 你比如有的酸困疼痛 我可能打网球或者是活动了 这两天累了可能就疼了 过两天休息了又没事了 对吧 那么像龚先生这个疼痛就很有代表性 他刚开始去做按摩 你问他有缓解没有 他说我轻轻的有一点感觉好了 但是一直在持续的疼痛 所以这个一定要大家置着 就是定位非常准确 持续时间比较长的疼痛和麻木 是需要有关键的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感觉到疼 就是因为神经受压 或者是神经上已经有毛病了 我们会疼 所以当我们脊髓受压的时候 是我们必须尽快去看医生的 一个征兆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提醒你脊髓受压呢 你比如我的这个胳膊疼啊 我可以忍受这个疼痛活动 但是有的这个脊髓受压的情况下 这种疼痛是非常难忍的 是你忍受不了的 可能轻轻的一个姿势的一个变化 或者是打喷嚏 或者是说轻微的有一个用力的过程 就会突然导致你这种非常难 难以忍受的这种颈部 或者是后胸部的疼痛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手脚都不利索 拿东西眼睛能看得到 但是你东西拿不住 有的时候没有劲 甚至走路呢 我觉得单独让你踢腿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有劲 但是真正让你走路的时候 你走不了直线 你虽然踩在地上 你觉得你在棉花地地走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证明脊髓受压了 这时候就一定要来看医生 好 这样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短片 这个短片里边的这个案例比较特别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每晚睡觉之前 妻子都会给劳累的一天的丈夫 倒水泡脚 关先生一边泡脚 一边看电视 妻子也不断地给盆里添加着热水 一个不小心 妻子将滚烫的热水 直接倒在了关先生的小腿上 奇怪的是 关先生一点没觉得烫 一直若无其事地继续看着电视 联想到之前关先生经常用手捏密烟头等事情 站在一旁的妻子 开始有了疑惑 自己的丈夫怎么不怕烫 由于生活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妻子就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利用一次上线程的机会 带着关先生去医院做了检查 没想到 这一检查竟然让所有人大惊失色 我们来看这张对比图 右图是脊髓在X光下的正常成像 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黑色的阴影 而此时左图 关先生的脊髓部分 却是一条长15厘米 宽1厘米的白色条状带 这意味着关先生的脊髓是空的 这么奇怪的现象 医生还是头一次见到 关先生的脊髓哪去了 脊髓是空的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范主任就给我们讲了 这个脊髓的两个功能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传导 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先生 他的运动并没有受到影响 但脊髓是空的 怎么会是这样 这个脊髓 咱们看到的 就咱们我们现在看到的 正常人的脊髓 都是实心的 而且它有传导功能 那么脊髓空了 这个传导功能哪去了 它还能够传导 那就证明 实际上我打个比方 就说脊髓里边 就相当于我们密密麻麻的 这个粗的电缆 就是电缆 传导的这个电缆 大家能有想象吗 全都是实心的一根一根线 那当脊髓是空的是什么原因呢 脊髓中间的这个中央管扩张以后 把这些电缆全挤到周边上 实际上它变薄了 但是它一样有功能 只是它用这个薄的这个东西来代替原来这个实心的这个电缆 可想而知 这个神经功能 它既有代常性 但是实际上呢 它会被压的会很厉害 会有萎缩 所以它慢慢人就不会走路了 慢慢这个肌肉也就萎缩了 我们再来听一听我们问诊团的嘉宾朋友有问题要问两位专家吗 我想问一下 现在就是这样的 得那个肿瘤的概率大吗 然后平时在我们的饮食习惯当中需要注意吗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锻炼会不会影响到脊髓 谢谢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肿瘤的发病率呢 它是神经组织 它这个大小呢 跟脑子放在一起的神经组织 它占的比例呢 是跟这个神经组织的大小占的这个比例是一样的 应该占神经系统肿瘤的10%左右 那么具体这个肿瘤的发病率和什么有关系呢 只有一小部分的神经系统的肿瘤和遗传有关系 那么大部分肿瘤还是后天的 具体是什么原因 有些肿瘤也是找不到 找不到原因的 嗯 只是有一部分神经纤维瘤病啊 有一些和遗传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需要 如果说是亲属里边有过类似神经系统肿瘤的病人 那么我们也要进行一些筛查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这个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样的锻炼 能够损伤到这个脊髓 那就是过度 那你比如说你过度的这个外伤 或者是在搬运汽车 这个保险带 如果不系保险带这个头部的这个灰边样损伤 任何过度的脊柱的运动 都可能造成追管的错位 而损伤到里边的神经和脊髓 挥边损伤是当各种高速前进的机动车急剧刹车 或在停车后突然受到后方高速行驶的车辆撞击后 乘车者身体猛然向前运动 头由于惯性向后甩 然后又前倾 就像挥舞的鞭子似的 或是韧带皱褶 或者脊椎骨错位 造成脊髓的损伤 这种损伤也会发生在许多剧烈的运动项目中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任何的体育项目 任何的锻炼 都需要经过正规老师的指导进行 这时候当你比如说知道 你可能有颈椎病 或者腰椎不好的时候 你还去做那运动 可能就要出问题了 没错 尤其我跟前面还有两位 稍微上岁数同志 就说比如搬东西 搬众物 外面有人跟你说 你来给我帮帮忙 你一帮忙 腰动不了了 所以说就是这时候来讲 一定要跟你自己的情况 去参与一些活动 包括有时候帮忙 帮不好 可能把自己帮进去了 对 这也就提醒 比如说我们平常 成年人在五十岁六十岁的人 说颈椎有毛病 腰椎有毛病 到底有什么程度 需要做什么样的锻炼和预防 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像这个龚先生刚才这个疼 他去做按摩了 没关系 这个有肿瘤 肿瘤是个软的 但是有的人我见过 在门诊见过 有的人本身颈椎管狭窄 这个椎间盘可是硬的 他去按摩 他因为神经受压 他疼得难受 他一个人按还不行 他让一个人 两个人站在他背上一踩 马上就瘫痪掉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发现 比如说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 要造成什么样的按摩是比较好的 什么样的按摩是禁止的 你不敢去做 所以这个也需要对疾病的了解的基础上 在医生的指导下 再进行适当的按摩 在医生的指导下 这个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重复率非常高的一句话 就是一定要咨询医生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也提到了说 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脊髓 而且提到了吃些什么 是吧 您刚刚说到了 我们的这个编导 列出了一些食物 找了一些食物 来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有虾 泥酒 驴肉 鸩唇 鸡蛋 枸杞子 骨髓 好 我们先让我们健康问诊团的 嘉宾朋友来 来看一看 这里边 有这么多的食物 他们哪一些 或者是全部 还是全部都不是 对我们的这个脊髓 有保护作用的 终于讲究是 吃什么补什么 应该吃 这个骨髓 应该对那个脊髓 有一定的帮助吧 好 您是根据这个来的 骨髓 还有吗 您来 我认为吃狗鸡子 可以 因为狗鸡子 是一味中药 它可以自饮补肾 我感觉 肾 肾 肚 肾 肾 肾 痛于脑 这是中医的 您很专业了 好 那这样我们来听 两位专家 怎么讲 就是说吃什么补什么 我觉得没有多少科学道理 就是说刚才看了一个 泥酒吧 它好像外星也像脊髓 我觉得对脊髓 也没有 也没有多大作用 只能说它是一种营养品 没有一种特殊的食品 吃起来就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脊髓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吃什么补什么 这个相对来讲就是人的 它是一个多元化 饮食应该多元化才可以 你比如说说到这个食物 这个骨头汤 那它会在这个汤里边 会在骨头里的会有一些造血的 这些活性的钙 通过这个汤进行一些吸收 那么就促进你对这个钙的吸收 你光吃不行 你比如你把钙吃进去以后 它怎么才能变成一个活性钙 变成你自己身上了呢 你还要经常补充维生素D 还要去晒太阳 还要去锻炼 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那么单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讲 我们还是建议多元化 如果真的要说是补充 对脊髓好的话 因为神经系统 它灵脂类的需要 因为神经的这个卵灵脂 还有这些 这种灵脂类含得多的话 就是鱼和鸡蛋 这是从一个方面说 因为就是监顾的咱在脊髓 还得监顾心脑羞耳疾病 为什么要提这个 如果说你高血脂 你吃蛋黄 胆头高了 那又容易得动脉硬化了 所以要综合自己的情况来进食 我也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